基本上原則上我的設計第一個含蓋就是利用函數裡面的陣列去做查詢 第二個的話用VBA做查詢 那另外第三個就是用Range做資料的複製 再來的話會講到有關工作表 因為前面發現問卷的時候同學最有興趣的好像是跟跨工作表 還有跨工作部資料的分割與合併 所以以這一題來看 這題其實還蠻簡單就是三個班級123班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三個班級的資料分開來 怎麼分 那怎麼把三個班級的資料再合併回來 你可以把它分也可以把它合 那分的方法的話就是分別按照一班二班三班 把它資料分別放到不同的工作表 那合併的話就是再把它123班 全部再合併成一個年期 那這樣的話呢 怎麼樣快速的分怎麼樣快速的合 這個部分的話後面我們也會講到 所以第一個的話請各位先開啟這個範例 這個範例檔 326這一題 那當然呢 這個題目部分的話 其實我們打開來 各位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 這個A到E欄 這個是一個總表 這個總表的話包含就是說 哪個班級 姓名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成績 那 其實理論上 一般當然會把它分開來 就是 總表會放在一個工作表 然後查詢又在另外工作表 不過為了方便 我們把它放在同一個工作表 那這裡的話 題目的需求是這樣 我希望這邊有個下拉清單 下拉清單怎麼做出來 也很簡單 就是從那個 從資料裡面的資料驗證 OK 那資料驗證裡面的話 你就可以把 來源 加上 一般 豆點 二般 豆點 三般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有個下拉清單 OK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手動 輸入這些資料 OK 那 可是 不過這個有個缺點 一般、二般、三般 這個 它如果下拉清單的話 那 如果你之後要加的話 你又要到資料驗證裡面 再去豆點再加 可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也可以 直接就是把 一、二、三般 另外 假設我拿這個 Ctrl C 在旁邊這邊好了 Ctrl V 只要把它移除重複 移除重複 OK 把這個 游標按確定 把這個移除掉 一、二、三般有了 你也可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 這個地方一樣 游標放這裡 然後資料驗證 來源的話 就不是用什麼 一般、二般、三般 加多點 你可以選這個範圍就可以了 有沒有 然後把這個範圍 再選過來 按確定 它一樣 會有個下拉清單 那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 我比較推薦 就是說 你可以把 這個清單 定義一個名稱 叫做 班級 這個班級的話呢 底下這三個儲存格 給它一個名稱 就是叫班級 的名稱 定義一個名稱 對不對 那將來呢 如果說呢 你要在這邊加一個 就是下拉清單的話 那我比較推薦 你可以在這邊按F3 把班級這個名稱 有沒有 放到這裡來 那因為呢 這個班級的名稱 我剛有定義 它就是這個範圍 所以它又會把這個名稱 裡面的這個範圍 放到這邊來 那當然 也就會得到一個什麼 一樣是下拉清單 那我比較推薦用這個方法 因為這個方法好處是說 你可以放在 你的任何其他工作表 你 不然的話 像剛剛 假設你用選的話 那可能會有跨工作表的問題 然後將來可能資料會混亂 會發生問題 所以 比較建議的話 你就用 下拉清單 就是用定義名稱的方式 來做會比較OK 那還有一點 有同學常問 老師那下拉清單 如果說 如果我要增加4班 5班6班怎麼辦 那豈不是我還在修改 所以 有一個方式就是說 你在選資料 就是在選範圍的時候 其實你這個 像定義名稱部分 你其實是可以選 整欄的 把這個整欄的資料選進來 但是 可能要注意一點 比如說我這邊公式 像剛剛那個名稱管理人 這個地方範圍 可以把它多選一些範圍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 Ctrl Shift向下 到最下面 打個勾 那這樣的話 下一次 你就是會發現 它這邊 就會有個 下拉清單 可是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 底下 這邊有空白 主要原因是因為 你 你這些 資料 下方其實是有曾經 放過資料 它就會認為說有資料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希望下面會出現資料的話 有一個方法 就是你可能要重新開一個 全新的工作表 完全都沒有放過資料 在這個地方 把資料再放過去 比如說我這邊 印象中這個地方 不要任何放任何東西 然後定義名稱的部分的話 我就重新再把它定義 我就把它改一下 這個範圍 我把它改到這邊來 假設多選幾個好了 OK 比如說我預留空間 如果再加的話 它自己加進去 打個勾 那這個等於是從全新開的工作表 裡面完全沒有放過資料 這樣的話 我看一下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 有沒有發現 那如果我這個時候再加上4班的話 會不會它會自動 1234 沒有 因為沒有清單 如果假設這邊再加一個4班 那對齊方式的話 這個格式比照它 所以用那個複製格式 刷過來 好 多一個4班 那理論上 像如果剛剛是固定的 那不會增加 可是因為我這邊 不是固定的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4班就出來了 喔 那 你想說老師 那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下拉清單 會自動產生的話 記得喔 你放資料的地方 最好是重新開一個完全 沒使用過的那個 地方就是 定義名稱的部分 記得就是說呢 你最好是 把資料放在一個全新的工作表裡面 再做下拉清單 這樣的話呢 它就不會有多於空白的資料產生 那當你在增加一個 新的班級 它又會自動幫你放進來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請各位 試試看吧 那我這個地方 再做一次好了 這邊 如果要重新定義 你一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把這邊 班級 定義的方法 你可以多選一些範圍 名稱在這裡 Ctrl C 然後把多餘的範圍選 選起來 多幾個好了 然後 貼上它的名稱 Enter OK 然後這裡的話 你會發現 它會在工作管理員裡面 會多一個班級 指的就是這個範圍 那我預留多幾個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在這邊 資料裡面呢 找到那個資料驗證 那記得 這邊的話 我們就用F3 把班級這個名稱放過來 OK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下拉清單就會出現 那你會發現 我雖然多選 多選了一些範圍 但是因為這些範圍 都沒有放過資料 也就是最乾淨的儲存格 所以它不會顯示出來 那當我在增加一個班級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這個最好再一樣 把這個地方 再把這個格式複製一下 OK 然後 這邊你會發現 就多一個班級 OK 那當然我們這一題 基本上 我只把這刪掉 這一題的話 主要是希望 我當我下拉清單 一班選到一班的時候 它就把一班的資料幫我搬過來 那當我把 二班選的時候 二班搬過來 應該是複製 資料過來 然後三班的話 把三班的資料放過來 它自動有點像篩選 放過來 那四班 當然今天沒有四班 所以四班理論上 是空的 更不要說五班 OK 那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 當然方法很多 不過哪一個方法會比較簡單呢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呢 我們 就是 可以用 函數的部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如果你要用那個 Excel裡面的函數 至少 至少 你要用 很多個函數 包含if small index ifl 這還沒結束 還要在比對之後 加一個弱函數 然後呢 再利用正列的方法 取得最後結果 所以如果你要把 剛剛的結果做出來的話 實際上 最後的答案在這裡 還有 還有 還有indirect 光這些 而且 這個大瓜糊 並不是自己打的 必須是用 Ctrl Shift 像 Ctrl Shift 加Enter 產生的 所以喔 如果假設你要 得到像剛剛的結果 就是把這個公式 不包含大瓜糊 Ctrl C 接下來的話呢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地方 貼到應該是 G5的儲存格 就姓名下方這裡 然後就把它貼上 貼上的時候 外面沒有包大瓜糊 可是你要怎麼執行正列 記得喔 一定是 Ctrl Shift 加Enter 然後呢 再把它向右 向下 如果你點選一般的時候呢 一般的資料就過來了 OK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之前呢 我的經驗是這樣 光要把這些函數每一個講完 然後並且執行正列 我發現已經倒一片了 同學已經哀嚎 已經幾乎沒辦法接受 說老師你到底要講什麼 所以喔 這個地方如果各位對函數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看一下 我是比較推薦 我們直接跳過 直接來寫 VBA程式 相對起來 會 看起來會比較 怎麼樣 容易理解 所以喔 我們待會 如果不用正列的方式來 執行程式的話 那可以用這個啦 OK 那這一段程式其實很簡單 所以待會也許你們可以自己先把它 加到那個 326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就這一段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runrun看 假如說啦 這邊 這邊的公式先delete掉 裡面都沒有 那如果我要取一般資料的話 這個是寫好的程式 run一下 OK了 那如果要取二般的資料的話 這邊再run一下 二般的資料就過來 那程式該如何撰解 而且喔 程式並不難 理解喔 其實主要是回圈 加邏輯判斷 把資料帶過來 加個K 基本上OK了 要怎麼做 待會我們再來看 那請各位先開啟 這個部分 試試看 這個下拉清單 如果你對下拉清單比較不熟悉的同學 不妨可以先用用看喔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喔